碰开还是没有很好的效果 哎呦 但是 这个球肯定是漏了 但是手枕下面有一个四分 这个手枕是不太好摆的 就是因为这个手枕的问题 一分 六分 七分 不对了 这球应该走两颗星的 十二 我觉得肖国栋在打第一颗红球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把粉球先放回点位 这样处理起来会轻松很多 是 问题是一开始上来 谁也不愿意去碰那种 非常尴尬的位置上的球 要不动 十二分 你咋弄得老实验啊 你咋弄得老实验啊 有点过分 就可以了 你咋弄得老实验啊 1分 长球打进非常冒险 落点呢还是并不理想 打薄了 这样落下来 这个母球落下来的位置 对于丁就和来讲 上手非常的舒服 主球要回去 对于丁就和来 也没打进 两个人现在平分 打五分球 一人失误一次 身体底下有球 总是比较尴尬 不行 这个动作很别扭 就用加根器来打吧 那这球用加根器打呢 失误的可能性可能比较大 是 没有打进去 就用来打进去 对于丁就用来打进去 那就是这个动作 对于丁就用来打进去 对于丁就用来打进去 跑球 这个球跑得有问题 怎么跑成这样 准备 选择戴口红球打进 六分 七分 先 立正 14 算得很准 地道控制相当好 哎呀 好